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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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我們來到這個 國立台灣戲劇學院 它好像它有 它的前身好像也是有 好幾個不同的身分 是不是 是 其實要講他們學校的歷史 要從這裡開始說起囉 它其實在1957年 哇 好久以前了 對不對 沒錯 它叫做私立復興巨像 那是一個民間的人士 叫王正如先生他創設的 他一開始原來的地方 在北投溫泉路 那王正如你可能不知道 可是我如果講了一個 他有名的外孫 你就有英雄了 陶澤 所以他的爸爸是誰 你們都太年輕了 所以你們也不知道 陶大偉 那陶大偉的太太就叫王富榮 那王富榮就是這個學校的 第一屆的畢業生 他就是誰 他就是王正如的女兒 所以以前 他其實是一個私立的學校 所以當時是 從1968年開始 有這樣子的一個學校 那時候還是誰 算國立的喔 然後就可以叫做 巨域實驗學校 那另外一個叫做國光巨域 也叫做實驗學校啦 然後呢 1994年 本土意識比較有一點點抬頭了 才開始設立歌仔戲科 那歌仔戲科我要介紹的一個人 一定大家都非常的感動 全台灣現在對歌仔戲 這麼的熟悉 這麼的愛看 有一個老師 我們稱他為台灣第一科大廖熊之老師 非常令人感動的 他真的以前 只要有人願意請他 不管社團有沒有給他的交通費 有沒有給他車馬費 有沒有給他老師的費用 他通通不會計較 他通通去跟人家交 所以他真的是 是播種台灣歌仔戲教育 這麼普遍的一個老師 那因為他自己也是一個 身世非常坎坷的人 所以他說他小孩 我們台語一句話說 沒聲音沒聲音 小孩去學校 以前家裡很窮困 所以把小朋友送給戲班 綁在戲班 學徒三年四個月 你不能回家 全部的吃住都是戲班幫你處理 所以你還要怎麼樣 為戲班做很多很多的服務 就像現在我們有所謂的 什麼師範公費生 國家栽培你 你就得念完書以後 回饋去當老師 看有幾年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責任義務 以前廖熊之老師 是這樣子在過他的生活 所以他很敢念 歌仔戲養了他一家子 所以他懷著感恩的心 來做這個回饋 再來1999年 這兩個 剛剛您說的 沒錯 就這兩個學校合併 成為戲曲專家學校 那這些學校怎麼樣 來培訓孩子呢 他們是從小學五年級 六年級開始進來 所以五六年級的小朋友 來念這邊 就是只有念 念兩年的小學 接下來是三年的國中 再過來是三年的高中 那變成戲專的時候 就再加兩年的專科學校 那因為那個科系夠了 所以現在就改名叫做學院 就是科系要到一定數量 對 科系 對 然後有名的校友 現在最紅最紅的演員 你可能不知道無星國 因為你如果沒有看京劇的話 就比較不熟悉 它的那個慾望成果 對 OK 可是林美秀 林美秀是大家都很普遍的喜歡 對不對 然後現在也很多廣告 也接了都很多 然後那個 好 接下來是2006年才開始 客家戲劇的意識也抬頭了 所以2006年 你看 1957年就有京劇 然後2006年 這樣幾年 將近半個世紀 所以以前有某些劇種 是被排擠 是被看扁的 那復興的校友 現在可能這兩個大表熟悉 第一屆畢業生有120個 那還有一個很有名的劇 叫做羅生門 吳興國 演強大 曹富永 演男人 黃雨林 是比較年輕的這一代 演這個女生 愛女人 這一齣戲 連李登輝都都來看 所以你看他看了有夠成功 這是我們對這個學校的 一個了解跟認識 那再給你看一個比較有趣的 這個以前你看 後面都沒有這麼多大樓 然後呢 他的門跟後面那個中正塔 是不是很像的一曲同工的格局 有沒有 那其實他本來的位置不在這裡 是在前面一點點 好 再看一張彩色好了 好 房子出來了 我們剛剛那張是房子還沒有對不對 才剛剛搬過來沒多久 然後呢接下來陸續的一些建築出現 真的 然後現在這個校門更簡化了 好 那有機會還是 所以這裡以前這個是校門 對 然後它現在變成現在這樣子 有一點點移動位置 因為你看後面這一棟有沒有 是在這裡 這個門在這裡 這個門在這裡 所以這個門是在往前面那塊地方 對現在椰子樹那個地方 所以你變動 很有趣 所以看看老照片 看看現代的 你真的會覺得說 我以前我們都不知道 以前我們都沒有注意到 因為你以前都忽略 所以我們現在 真的要開始從我們身邊 你出生的地方 你念書的地方 你就業的地方 去了解你的周周環境 這就是我們需要的深度走讀 哈